位在南大陸上的时代力量候选人 邱显志的竞选办公室 今天一整天都有许多志工忙进忙出 因为今天是选举投票前的最后一天 邱显志希望以扫街败票的方式 尽力拉抬声势 刚刚去大果菜市场跟警华市场 都那个民众都说 我们是最认真的这个团队 那我自己觉得非常感动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以来 大家认为说我们是非常的认真 我们非常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 那最后一天我期待大家是说 是不是可以给最认真最年轻 然后就是说最努力的团队一个机会 那我们可以来为新竹人来打拼 来为新竹人来努力 选举前的最后一天 各候选人无不卯足了权力 希望把握最后一点时间努力败票 邱显志对选情相当乐观 相当有信心可以当选 也期望可以顺利进入国会 完成改革国会的梦想 在最后一天我们就会在 傍晚的时候在孔庙集合 然后绕行市区 那到最后在火车站前的站前广场集合 那在那边进行一个晚会 然后演讲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年轻世代 新竹的年轻世代能够返乡投票 就是说希望能够彻底的去进行国会改革 那希望年轻世代可以返乡投票 那明天的时候可以投我们一票 让我们的故乡可以改变 让年轻世代 让这个年轻世代候选人能够进入到台湾国会 去进行车里的国会改革跟政治改革 秋显志站在竞选车队上面 沿街向路旁民众败票 后面还跟着机车车队与汽车车队 声势相当的浩大 秋显志的选情就连国外的媒体 也相当的关心 派遣记者进行连线报导 改革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